《生活守战宿》 那现在再靠近一点好吗 靠近一点 眼神有个交流可以吗 嗯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那那 两位笑一笑 看这镜头好吗 好 再来一个动作 好 好 好 大家赶紧上车 赶紧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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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公园已经拍摄完毕 准备回婚离现场 今天我们结婚 能碰见你真是太巧了 恭喜你们 谢谢 晓晓 你等一下 我跟他说两句话 你先上车吧 还好吧 挺好的 快升了吧 有什么事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老刘 让我跟小强聊两句 聊什么呀 女人之间的私房话 那回去再说吧 待会儿再车 你的电话 待会儿再接 张总找你有急事 对不起啊 我接个电话 喂 老刘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 我们今天的婚宴一共有二十桌 我听老刘说当年你们结婚只摆了几桌 他说不想让我受那样的委屈 要让我风风光光地嫁给他 我们的回礼是定制的高级丝巾 上面呢绣了两个L 一个代表蓝心的蓝字 一个代表刘光耀的刘字 两个L叠加在一起啊 是一生一世的意思 婚后我们要到巴黎去度蜜月 他说想到我流血的地方去看一看 现在的巴黎满地都是金黄的树叶 浪漫极了 对了 这个 是妈 也就是我未来的婆婆送给你的 我婆婆说 当年她只送了一副耳钉吧 妈说了 金子呢是抬贵旗的 贵人就要带贵重一点的首饰 一副耳钉太贱旗了 你说完了吗 于小强 输了就是输了 输了就是输了 但是我输得起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我不想扫你的心 现在老刘是我拦心的 你不过是他拿不出手的前妻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过得了就好好过 过不下去了 分开了也很正常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 老刘现在跟你过了 如果你们俩很幸福 我也是欣慰的 我都放下了 你又何必这么耿耿于怀呢 说得多好听啊 你放下了 你不一直耿耿于怀 坚持认为这孩子是老刘的吗 孩子就是老刘的 最主要是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耿耿于怀呢 我不想我孩子 替我们俩在这儿吵架 这对我孩子不好 别一口一个孩子 你不就是想在我大喜的日子 挺着肚子来打击我吗 好让我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 有这个孩子的存在吗 你真恶心 你别再说话了 我今天是不小心才碰到你们的 你是别有用心 于小强我就奇怪了 你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 还好意思出来溜达招摇过世 你就不怕别人指着你的肚子 骂这孩子是野种吗 还想拿孩子来讹我们家老刘 我告诉你 你和孩子绑在一起 也休想讹走老刘一毛钱 等我和老刘从巴黎回来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 到时候 你再屈心叵策 也挽回不了失败的局面 野种 就是野种 除了 找到了 你越来越名 我好疫情 在设计 阿嬷 大夫 大夫 我羊水破了 我湿淘了 我的孩子 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大夫 我们这不是在 群医院的路上吗 不要着急 还有多长时间到 快到 快到 我比玉产妻提前了三十四天 我的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你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医生不是说了吗 马上就到了 我不会把孩子伸在接着 她 她这是怎么了 我没说 你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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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孩子不会有问题吗 小小你别哭了 我在呢 我在呢 你别哭了 不会有问题的 你啊 你别人动 没事 小小小 这不是怎么办的 你别动 你别动 来 家属不能进来 我来 家属不能进去 我去哪儿 而且宝宝有缺氧的迹象 如果再不进行抛宫铲 孩子就有生命危险了 那大人有没有危险 当然有了 任何手术都会有一定风险的 抛宫铲手术 可能也会出现麻醉意外 还有产后达出血 医生 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救救他 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拜托你了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你是病人的家属 你赶快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吧 这次我怎么签啊 你不签字 我们这手术怎么做啊 那你的太太和孩子更有危险了 这样行不行 我先打个电话 好 你要快一点啊 你不签字 你不签字 怎么样了 小翔怎么样了 医生说孩子有危险 要马上进行破工手术 那就赶紧手术 还等什么呀 就是啊 他们说要让家属签字 小翔他爸爸在聪明呢 我给刘光耀打电话 他老是不接 你还给那个混蛋打电话干什么了 他们都已经离婚了 这个字你可以签的呀 不是 刘光耀才是孩子父亲 包家铭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你不是很喜欢余小强的吗 救人要紧啊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退缩的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家铭不是这样的人 我晓得的呀 我 我是真的害怕 你说万一这个手术 这次我怎么签得下去啊 你干什么呢 你不然是不爱 你不然跟他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要我签字的话 我肯定是两个都保 晓晓 我爱你 我爱你晓晓 你爱我吗 医生 医生 你赶快去签字 我们马上手术 你别怕啊 小强 你别怕 首先 欢迎 并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的历龄 今天 看到我的儿子 又重新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我觉得非常高兴 我祝福我的儿子和媳妇 相亲相爱 白手偕老 作为一个母亲 我有几句叮咛的话 人生的道路很长 往往往最难的就是那几步 而婚姻恰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 这步走好了 从此一帆风顺 前途四季 我祝福我的儿子媳妇 早生贵子 一拜天地 二拜高红 五七对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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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对拜 看怎么样 恭喜你得了一个大胖儿子 母子平安 我相信你 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吧 现在不行 一会儿抱出来 你就看见了 谢谢啊 谢谢医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啊 妈早 还在睡呢 嗯 昨天晚上喝高了吧 可不是吗 我待会儿把这粥和包子给它端上去吃 妈 您来点 我吃过了 谁呀一大早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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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安心 你给我出来 来 我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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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好 那 蓝芯一大早就帮你做早点了 去 梳洗一下 吃早点 蓝芯哪 于小强的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呢 怎么就早产了呢 你是不是跟她说了什么话刺激她了 妈 您连她的预产期您都知道啊 我当过她婆婆 我当然知道 还真是阴魂不散 算了 算了 我就顺口提一提 没别的意思 别往心里去啊 我就是希望你跟光耀能好好过日子 昨天在婚礼上跟你说的话 你还记得吧 那就好 去 把早餐端上去 妈 我去了 好 生命在这儿拐了一个弯儿 亲爱的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迎接刚刚来到世界上的你 并且和你一起 迎接生命里的每一次风浪 阳光 还有未知的我们 经理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家的情况 我现在已经坐完月子了 孩子也过了双满月了 孩子也挺好带的 而且我也会帮忙的 家里一天管两顿饭 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月嫂我们这儿有 八千一个月 我不找月嫂 我孩子都两个多月了 我就找个一般的保姆 什么叫一般啊 就是会带孩子的 干净卫生 吃苦耐劳 价格稍微再便宜一点的 你们都听见没 有谁愿意 你看看 现在没人愿意带孩子 要不你再提点价格 算了吧 谢谢你啊 我给你走 大姐 小管 你能过来帮我带孩子 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带孩子也没什么经验 现在家里没有一个老人 能找个信得过的人 也是我跟孩子的福气 大姐啊 那个时候过黄阿姨 就是让我来照顾你的呀 后来哪个小子出了 那么多的事情啊 那个男性啊 我就是跟他合不来 他们一结婚啊 我就回向下来 这次上来做工作 一碰就碰到你了 你讲这是不是缘分的 我就住这儿快到了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这儿的条件 比以前家里的差很多 大姐 我又不是为了钱来的了 为了钱啊 我就留在他们家来 我是觉得你对我好啊 我就是愿意帮你 你说话咱还是个大嗓吧 我现在房子小 在家里你说话声音 可以小一点啊 好听 好听 大姐 小孩叫什么名字啊 毛毛 这个名字不大气 这是个小名 小名 那就无所谓了 到了 好 为什么要哭呀 妈妈 不哭了好不好 爸爸给你唱歌好吗 爸爸给你唱小鸣 你唱小鸣 你唱小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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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天上的小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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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来到终点宫 来帮我看毛毛 怎么样 月小强 我跟 没关系 大家以后都会抬头不见 低头见 早点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 以后相处起来会比较容易的 余晓婷 你刚才特可爱 你这个样子 人家小管 才会知道 他来我这儿帮我带毛毛的 重要性 月小强 你别说话 别说话 小宝宝睡着了 小宝宝 你说吧 你刚才是不是说 以后要跟我抬头不见 低头见呀 对 你刚才是不是还说 我以后要跟我好好相处呀 对 哎呦 毛毛啊 你不要睡啊 不要睡啊 我们不是刚刚醒吗 怎么又睡了 阿姨带你去看画画好不好呀 妈妈呀 妈妈呀 我们这个小看穗虫呀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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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管 阿姨 阿姨 在忙呢 阿姨你还好吧 阿姨你还好吧 我好 你好吧 我好我好 阿姨啊今天天气真不错 帮人带孩子呢 帮人带孩子呢 谁家的小孩啊 谁家的小孩啊 冬家的小孩 今天好冷啊 我先带他回去了啊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小管 哎 孩子是不是小强的 你怎么晓得的 直觉 叫什么名字 嬷嬷 大名呢 我不晓得 小强住这附近呢 阿姨啊 我出来太久了 我要走了 再见啊 小管 你用不着这么躲着我呀 不是的阿姨 我出来那么长时间了 我再不回去啊 小强姐要讲我的呀 我走了啊 再见啊 快 我跟你们说啊 余小强那儿子啊 人见人爱 车见车仔 真心好看啊 那开思姐 他跟那个帅的小电脑幸福吗 口说无凭 我有照片 开思姐 干脆发我邮箱吧 让我也沾点喜气 行 我发你两张啊 一张啊 是他们的一家三口 一张是毛毛的百日照 嗯 好 发了 开思姐 嗯 我没收到嘛 我发了啊 没有啊 我看看啊 嗯 完蛋了完蛋了 怎么了 我发到公司公共邮箱了 那不好嘛 大家都可以看了啊对吧 你懂什么 我闯大祸了 走 进你看 什么意思啊 嗯 修幸福还是给我难看啊 他们的照片 怎么会在公司的公共邮箱里啊 公司上下都看到了 你知道吗 他是故意让我难看的 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你先别激动啊 这事我知道了 可惜跟我说了 是他误发了 误发 对 他说误发就误发 怎么早不误发呀 偏偏误发你前妻的照片 怎么了 怎么了 你问我怎么了 嗯 你看啊 你看他一脸幸福的样子 你也很得意是不是 好蓝心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但是我得告诉你 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 你把我从公司搅回了家 这一点令我很反感 刘光耀 那我也告诉你 你前妻的照片出现在公司的公共邮箱里 这一点我也极其反感 那随便你吧 我要去上班了 开除凯西 你说什么 我说开除她 我怀疑她俩是一伙的 你凭什么怀疑 就因为人家发错了一个邮件吗 这是很好的理由 我讨厌关于于小强的一切任何事 我告诉你 凯西是我们公司最好的员工 是为公司做过很多贡献的员工 很担心 我劝你 理智一点点 你不好说我去说 你敢 光耀 你们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那你在这儿待着 你不用上班呢 我是上班 去啊 好 那我先上班 我会去那儿 你没关系 我这儿 我先上班 你没关系 我再想上班 我再想上班 你没关系 我再想上班 你不想上班 我再想上班 你帮我一位 护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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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管 阿姨啊 你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家里还忙着呢 我那天哪 打这儿给我碰到你 所以我就想打个电话给你 我想 阿姨 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想看看小强和孩子 那你为什么 不直接走小强姐呢 小管哪 你也知道的 阿姨我这个人哪 心高气傲 今天能把你找出来 这么说话 也算是低声下气了 小管哪 你在我家里 我对你还可以吧 好的 你想啊 我跟小强啊 毕竟婆媳一场 现在他生了孩子 我去看看他和孩子 这也是天经地义嘛 阿姨啊 这样吧 孩子我回去问一下小强姐吧 阿姨 你晓得的呀 我不是一个 喜欢乐事情的冷爱 上次啊 我跟你碰头的事情 我都没有敢告诉他 你这次又想去见他 我觉得吧 小管 毕竟我和小强 七年的婆媳关系啊 虽然现在他们离婚了 但是亲情还在 感情还在 是不是 来 喝茶 阿姨 我不能说的 你拿回去 拿回去 阿姨 这样子好嘞 我回去啊 再跟小强姐讲一声 好吧 我 小管呢 麻烦你了 谢谢啊 好好好 我回去问他一次啊 好 阿姨 我走了啊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大姐 有一件事情 我不是想瞒你 其实上次啊 我就见过高华阿姨了 我是不想搞出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他今天又约我了 我又不好拒绝他 他其实也不是找我 他是找你的呀 你要不打个电话给他 妈 安心哪 妈今儿有点累 不想做饭 出一室吧 行 妈 有件事我想跟您说 前两天呢 我去了趟医院 做了个全身检查 医生说呢 我各项指标都很好 非常适合怀孕 我跟老刘商量了一下 我们打算不避孕了 要孩子 你们还避孕呢 是老刘工作太忙 他不想要孩子 他不想 我想啊 我多希望家里头能够有个孩子跟我作伴 是是是 都怪我 我心疼他太忙 自己吃的避孕药 我向您保证 从今天开始不吃了 别吃了 别吃了 你这个年纪啊 怀孕正好啊 您放心妈 我一定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加油 喂 哪位啊 小强 于小强啊 那个小管说让我给你打个电话到底什么事啊 真的欢迎啊 真的欢迎啊 妈妈今天 现在 好好好 我马上就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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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管 现在啊 在帮小强带孩子 从他生了孩子之后我也没理他 现在知道了 总要去看看是吧 对 妈 应该去看看 大气 南新啊 放心啊 你只要不避孕啊 很快就会有孩子的 这得买点东西去 哎呦 要包个红包吧 哈哈 南新啊 你放心 你要生了孩子 妈一定更疼的 啊 知道的妈 您快准备吧 哈哈 哎 那我走了 妈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和您一起去吧 啊 你也去啊 哦 您红包准备了吗 没找到 我放信封里了 喏 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的 正好今天派上用场 真细心 好 一会儿往这车上换 来 来 那我走了 妈 您就让我和您一块去吧 啊 嗯 不是啊 那个 小强电话里说 欢迎我去 我都想好了 如果于小强介意的话 我就在楼下等您 您一个人出门 我不放心 再这说了 我现在是您的儿媳妇 这一家人去送祝福送爱心 有谁会不接受的 于小强不是那么小家子气的人 那 好吧 来还拿那么多东西啊 这是妈和我的一点心意 今天我不请自来 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的 你小强大气得很 对对对 小强啊 我在公园呢 看到小馆带孩子 就急着想来看你 生孩子可是大事啊 妈 你发现没 这小强生了孩子 好像更漂亮了呀 那当然了 当妈妈的女人最漂亮了 是啊 小强啊 以前咱们有什么误会 我做得不到的地方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 好了好了 今天不谈这个 行 小强啊 孩子呢 刚睡着了 在屋里呢 好 我去看看家 慢点吧 孩子 是光耀的吗 是光耀的吗 你今天是为这个来的吧 你希望孩子不是他的对吧 孩子就是柳光耀的 我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拍赖结婚了 我的 Muh وہ 你好 我就是梦想要做 לק耀的 但又给我了 梦开在飙涮 靖 requirements 明天 projects 这是 Boys grets 跟光耀小时候可像了 真的 那我得去看看 急一点 急一点 别吓到孩子 小强 孩子是光耀的对不对 事与不是都不重要了 我知道 我知道孩子是光耀的 可是我要听你说 你告诉我 孩子是不是光耀的 现在说这个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 可是孩子如果是光耀的 怎么能就过去了呢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不想总是跟过去纠缠不去 不纠缠 不扯过去 可是小强 我把光耀百日照片带来了 刚才比了一下 你看 一模一样啊 小强啊 你是知道的 我多盼望个孙子 我多想当奶奶 你让我这个奶奶 为孙子做点什么 妈 妈 那好孩子好可爱啊 是吧 白白胖胖的 睡着了好乖对吧 可是 我怎么没看出来像光耀啊 小强 我还可以来看看她吗 红包 来 给孩子 这红包我肯定不要 这个你一定得要 我们中国人的习俗 你收下了 对老人家好 对孩子也好 是啊 小强 妈的一份心意 你就收下吧 好吧 妈 红包也给过了 孩子也看过了 咱们该回家了 不好打扰人家太久的 那行吧 好 那 我走了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 让他们两个进来看毛毛 你忘了他们以前怎么对你了 你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今天你开了这个头 那以后他们经常可以来了 那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 那他们都来了 我也不能赶他们走啊 蓝星怎么来了 蓝星怎么来了 对啊 你说老太太来吧 我们毕竟以前那么多年了 蓝星今天来我也觉得奇奇怪怪的 她走了之后我坐到这儿 半天都没还过事来 蓝星说什么了 蓝星 她说 我自从跟你结婚了之后 变得又年轻又漂亮了 还有呢 她还说 她不相信毛毛是老刘的 她当着高红的面这么说呀 高红进去看毛毛了 她坐到这儿跟我说的 她就一直在这儿跟你说话 她没去看毛毛啊 高红跟我说话的时候 她进去看毛毛了 这俩人挺奇怪的 看孩子还轮流去看 对啊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这什么呀 今天我跟妈去了于晓强家 这是我偷偷剪的孩子的头发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万一伤到人家孩子怎么办呢 妈 你放心啊 我是用剪眉毛的小剪刀剪的 我剪完了孩子还在睡觉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您不是一直耿耿于怀 这孩子是不是老刘的吗 要不然你也不会拿着老刘的摆着照片 跟于晓强说 跟老刘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呢 这跟偷偷剪孩子头发 那是两回事好不好啊 安心啊 这事 你做得太过分了 妈 这孩子要真是刘家的 那可是您的孙子 光耀的儿子 那也是我的孩子对吧 行了 别说了 孩子不是我的 那可不一定啊 你是不知道你小时候长什么样子 妈可知道啊 而且我见过这孩子 跟你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孩子太有可能是你的孩子了 好了 你们别争了 有了头发 我们就可以去做亲子鉴定啊 对吧 那我在这里表个态 如果鉴定结果出来 证明孩子是老刘的 我坚决支持要恢复养权 你以为做个亲子鉴定这么简单 那需要正常的手续和相关的证明 而且孩子的妈妈得同意 于晓强能同意吗 我剪这头发 不就是想绕开于晓强吗 你忘了 我有个闺蜜 在权威的医疗鉴定机构工作 我去找找她 这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对吧 蓝芯 你别捣乱行不行啊 别说这孩子不是我的 就说她真是我的 我和于晓强已经离婚了 这孩子我也不要 怎么能不要了呢 蓝芯不说了吗 要回来啊 要回来要回来啊 我来养 哎呀孩子将来我们财产不都给给她吗 蓝芯哪 你放心啊 要是你跟光耀生了孩子 我财产就全部给你的孩子 好 妈 不说这个 如果您信得过我 这事就交给我去办 那医疗鉴定 无非只有两个结果 一 孩子是老刘的 那么我们坚决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蓝芯哪 你太通情达理了 你太通情达理了 如果孩子不是老刘的 从今以后 我们跟于晓强永不往来 我得去趟他们家 干吗呀 还礼啊 还什么礼啊 人家今天来看孩子不是送了红包送礼吗 你听我说啊 如果是亲戚 今天来看孩子 那不用还礼 那是自家人 可今天来的是客人 客人送礼了 我们就得还礼 我包交名就得代表我们全家 去还一份礼 这叫礼上往来 看什么呢 你真要去做我亲戚鉴定吗 妈 你没看妈那急切的样子 这事啊 不水落石出 大就谁都甭想踏实 睡吧 我到客房睡 你什么意思啊 有些话说白了就没意思了 你不说白了 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你让我说 好 安心 我觉得你有些事情做得有点龌龊 龌龊 你怎么会说我龌龊呢 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你想想看 人家误发了一个邮件 你就让我把凯西开除 还有 你拿着剪子去剪一个婴儿的头发 这种事情你怎么做得出来 这不是龌龊是什么 我不觉得龌龊 我这都为了你 你千万别这么说 为了什么你自己最清楚 我是清楚 我是为了我们来之不易的家 为了家 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在所不惜 好 그렇게浪运 你ia weren't you 你不喜歡 me 我我们都要跟ünk 我 你在 连针Snif 阿姨是我 怎么是你啊 昨天您到我家来 又送礼又给红包的 我老婆说她特别不好意思 今天非让我带点礼物来 看看您 礼尚往来嘛 欢迎欢迎 包家明啊 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阿姨还能把你挡在门外头吗 请进请进 里边坐 来啦 礼物 你可别 我可不敢送你的礼物 你还是先说事吧 没事没人 这可是我亲手设计的 师傅整宫缝制的 独一无二的 不看看吗 这是你设计的 好漂亮 针脚戏吧 那我去试一下 快去逛 阿姨 这么大房子 你平时就一个人在家 好 蓝星不上班也住在家里 现在有事出去了 他脸皮可真够厚的啊 那时候都把咱们家小强 说成什么样了 昨天居然还有脸去看他 真做得出来 哎呀 不就是知道错了 去道歉嘛 小伙子 你呀 气量放大一点 算算算不谈这个 咱来谈毛毛吧 你看这毛毛多可爱 可不是吗 阿姨 您别看啊 他才三个多月 可有音乐细胞了 每次他哭的时候 只要我给他一弹吉他 马上就停了 还跟着手无足蹈的 没准以后啊 还会是个音乐家呢 而且他还特别有运动天赋 我带他去游泳 他就特别高兴 什么 小孩才满百日呢 你就把他带去游泳馆 太危险了 不是游泳馆 是婴儿游泳会所 跟狗外学的 您这就落伍了吧 那也不行啊 真要出了事儿 你得负责啊 我当然负责了 我是他爸呀 是吗 你等等啊 我拿一样东西给你看 怎么样 好看 我觉得你太牛了蓝星 这衣服真好看 错了 可他这么正式 我什么时候穿啊 什么时候都能穿 保证回头绿的 以后你的衣服我包了 你太好了蓝星 那咱们现在能说正事儿吗 要不然我怎么穿着 这么不安心呢 行 帮我做个亲自鉴定 这关系的我的幸福 对不起啊 我原来呀一直以为毛毛是你和余小强的孩子 可是我昨天见到之后 我百分之百确定 毛毛是我们家光耀的儿子 原来这才是你去我家真正的茉莉啊 不 看小强也不是假的 想确定一下也是真的 哎 你看 这张 这是我们光耀百日的时候照的 你要不相信 拿回去跟毛毛比一比 你绝对认不出来她是两个人 这意味着什么还用得着说吗 阿姨 拿着照片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毛毛现在是我跟小强的儿子 我包家明才是她的父亲 那是你以为 如果是科学认定呢 算了算了不急不急啊 反正啊没做之前呢 什么都不好说 做什么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们要去做亲子鉴定 科学 你觉得小强会同意吗 如果当初你们对孩子 能有一点点的疼惜 对小强能有一点点的尊重 就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 小强不同意 并不表示不能做呀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你刚刚说小强不同意也能做 是这意思吗 好了 包家明先生 你送的回礼呢 我也收下了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你 阿姨 你今天不管话 说清楚我不会走的 什么叫小强不同意 这亲子鉴定也能做 怎么做 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只要毛毛不去就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去你的可能 我才去你的不可能了 你年轻人讲话也太没有礼貌了 本来昨天蓝星做这件事情 我还骂他呢 现在看来我还要谢谢他了 要不是他剪了毛毛的头发 今天还没有办法去做亲子鉴定呢 他剪毛毛头发了 没错 包家明啊 孩子是不是你的不是你说了算 等亲子鉴定之后啊 科学说了算 你说蓝星昨天去我家剪毛毛头发了 怪不得 怪不得你今天底细这么粗 怪不得蓝星昨天假猩猩的去看毛毛 原来这根本就是个阴谋 好了好了 我说错了行吧 没有亲子鉴定 没有剪毛毛头发 我的意思是说呀 总有一天我们要做亲子鉴定 到时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然后呢 忙我就给你们了 好 我老糊涂了 我说错了行不行 你就当我刚刚什么都没说 行不 你们处心积虑的跟我抢儿子 这么无耻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年纪大了我不跟你技巧 但是别让我再看到蓝星 等我今天把话撂成了 以后你们留家 任何一个人都不许踏进我家 任何人都不许接近毛毛 这种事情以后不许再发生 对不起 蓝星 这个毛我真帮不了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这是关乎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的大事 我要是帮你做了这件事情 我就没有资格从事我现在的工作 我不能够突破我的职业道德的底线 而且蓝星我是真没想到 你竟然敢偷偷剪了孩子的头发 再拿着老刘的头发来找我做亲子鉴定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不是 大妹 你听我说呀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要当我是朋友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大妹 我不是想为难你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我可以跟于晓强斗 可是我怎么斗得过孩子呀 那就跟孩子做亲子鉴定 有什么关系呀 只要鉴定结果出来 能够证明孩子不是老刘的 那老刘和我婆婆 就会对于晓强彻底死心 我婆婆答应我了 她会断绝一切和于晓强的亡爱 这怎么可能呢 这头发是老刘和孩子的 鉴定结果肯定是父子关系呀 头发是我的 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你拿着你的头发 和老刘的头发来找我做亲子鉴定 然后让我说孩子不是老刘的 大妹 你放心 我只要一个结果 你只要替我保密 我保证 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我告诉你 蓝芯 首先 你跟你婆婆和你丈夫 撒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谎话 随时都有可能被戳穿 第二 我们两个是闺蜜 我就当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没发生 第三 去看心理医生吧 这个忙我是可以帮你的 只要你想去 你随时来找我 我跟你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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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呀 你看什么 怎么了 你在看什么 要问你话呢 你找昨天蓝星来干嘛吗 他剪了毛毛的头发 拿去做亲子鉴定 你怎么知道的 刚刚最不错的 干嘛去 我要去找蓝星 我跟他拼了我 要去你一个人去 你把孩子给我 好 你说他怎么这样 他疯了吧他 他跑到我们家里来 来剪毛毛的头发 谁让他进来的 是不是你放他进来的 你怎么想到一出是一出的 以后家里出了什么事 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你让我想想 你不用想了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不想要求他 我还能想让他 一个人去哪 wrote 你是不是在说 你不想要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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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不哭不哭 乖乖乖乖 不哭了不哭了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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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小猪 怕乎乎 让她睡觉 她呼噜噜 小猪小猪 呼噜噜 小猪小猪 呼噜噜 小猪小猪 怕乎乎 让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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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抱她不哭了 这边摸着男生 这边摸着男生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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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她特软和 她们在一起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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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她盘子进来吗 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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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上车吧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打地 打什么车啊 现在这是高峰期 车可不好打了 再说天这么凉 再给孩子动着 上车吧 走 来吧 这孩子不会晕车吧 不晕 带孩子是不是挺累的 你好好开车吧 别说话了 好 我还得用 没事吧 没事 麻烦你送我们回来了 应该的 那回去吧 好 咦 我们跑这儿来了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不能家里说呀 我怕回家被妈骂 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先原谅我我再说行吗 咱们这两口子有什么原谅不原谅 是什么样的 你说的是了 今天我去找大美做亲自鉴定 我太着急了 我把装有你和萌萌头发的包 给落在出租车上了 等我见到大美的时候我才发现 我也是呢 你说我那么多包 我偏偏把那个丢了 真是见了鬼了 就这事啊 他会丢了 丢了亲自鉴定就做不成了 丢就丢了呗 不做就不做了 怎么了 好 这事咱们到此为止 今后谁也不要丢 好吧 回去怎么跟妈妈交代啊 妈哪儿我说 我就说我丢了 不行 妈肯定不会信的 都怪我 你说我跟妈信口开合的说什么呀 要不然我干脆承认了吧 妈怎么骂我 我都认了 不是你倒提醒我 如果妈真不信 她还非要做这个亲自鉴定 她去找小强 小强答应她 这事怎么办 不可能 没什么 余小强绝对不会同意她 没什么 因为那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呀 余小强要是答应做亲子鉴定 等于自取其辱 那等于昭告天下 她余小强在外边有人呢 可我想想 有道理 你说得有道理 怎么还玩啊 为什么不吃饭啊 说话 生气了啊 生气了就说别给我挂脸 小心我揍你啊 听见没有 别玩 你怎么了 问了你半天你也不说话 别跟个小孩一样在这使性子 我就知道我在你眼里是个小孩 所以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你想知道什么事啊 今天为什么是刘光耀送你们回来的 那个点外面打不到车 我抱着毛毛胳膊都酸了 街上又冷 就顺路把我送回来了怎么了呀 那你干嘛不接我电话 后来还关机了 你每次打我电话 一打起来就没完 我有事嘛 完事了我就给你回过来了嘛 什么事啊 你跟刘光耀干嘛去了 我问你话呢 什么事啊 说话呀 你跟他干嘛去了 你不说是吧 我明天自己问刘光耀去 我带着毛毛跟刘光耀去做亲子鉴定了 你去之前有没有想过有问我的意见 我当时就是一时冲动 做完了现在我也挺后悔的 我怕你生气 所以就没敢跟你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总是拿这件事说的事我受不了了 为了毛毛 还有我的清白 我要还给他们一个真相 那就不是一时冲动 你早就想做了 是不是 我问你是不是 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想过 什么感受 不好受 滚蛋 你知道我不好受你还这么做 对不过没有 在那边吃了 就把你拿了 如果你拿你 我刚才得到你 快搞地发露了 不说了 这是你 只能舅舅哪个家 来 还没有说 所以拿了 不是 你应该说是权帅 我说是权帅 你又想不投了 我说让你 就跟刘光耀去做亲子鉴定 你是让大家都知道 毛毛是他的儿子不是我的 你不用这个意思 没关系 人家知道了也没事 反正迟早有一天会知道的 可是这么大的事 你非得没跟我商量 你一声招呼不打你就去做了 你把我包姜平当什么了 我是你的丈夫 咱们俩是在过日子 我希望得到最起码的尊重 什么 掉了 掉了 心里紧张啊 那东西不是正到这儿来的 再加上手忙脚乱 那可不就掉了吗 那就说做不成亲子鉴定了 那除非您再能给捋头发去 我做不出来 我 所以这事咱也先放放 好吧 光耀 我可是抱过毛毛的呀 那个孩子天亭饱满 地格方圆哪 你们两个人小的时候的照片 可通用啊 我看您就是想孙子想的 还有啊 我跟你讲件事啊 您说 那个 今天包家明来过了 他来干嘛 他说是来回礼嘛 毕竟我给孩子包过红包 人家说来回礼 我也不能把人家挡在门外边 是不是啊 我就请他进来了 结果跟他聊着聊着 我就把你小的时候照片给他看 明明你跟毛毛长得一模一样 他非要说他是毛毛的爸爸 结果他这么一绕我这么一击 我就不小心说出 蓝星剪了一撮孩子头发 要去做亲子鉴定的事了 后来我是否认了 可是包家明好像已经听进去了 我今天一天哪 都心神不宁啊 他跟那个于小强有没有去找你啊 那倒没有 哎呀 那就好了 我还一直担心哪 他们两个人去找你跟蓝星拼命哪 不会的 真要找就找呗 有我在了 你甭怕 你不知道啊 我今天哪 连见到蓝星我的心虚呀 一不小心哪 把他偷见头发的事情说出来了 也好 民不振 言不顺弄来的头发 掉了 掉了也就掉了 就是 所以说嘛 这亲子鉴定的事 你就别再想了 好不好 好 我可以不想了 反正现在做不做亲子鉴定 对我来讲毫无意义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刘光耀儿子是你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刘光耀儿子 你怎么又是你们啊 怎么又是你们啊 一个大床房 结婚证啊 没带 我们就用身份证 我告诉你 我们俩是合法夫妻 合法夫妻 你们俩 可怎么看也不像合法夫妻啊 怎么证明啊 啊 哎 你 我 我 我问你们 你们俩在干嘛呢 你报警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